吳鎮宇和胡定欣 今天就一起出席電影逆流大叔的祝節會 電影票房由開話的時候 只有22萬到現在已經突破了一千萬 簡直就好像戲名一樣逆流而上 不過早前鎮宇不是說過票房過千萬的話 就會拍爆機相回饋觀眾嗎? 定欣又會不會加入一起鬆一下肌肉? 他們找的我一向都找開 一千萬人答應了就是搬燦糧 他們的要求我平時都做開 所以標準已經是不同的 等鎮宇哥搞定吧 留守到最後 中秋的時候 最後票房多少我們都要實現 你喜歡吃月餅嗎? 我每年都好像大閘海一樣吃一隻 你找完才好吃 我現場表演吃月餅 現在成績這麼好 鎮宇哥又有沒有信心可以憑著這部電影 在夏年的金像獎頂獎呢? 信心就沒有了 但你們支持一下吧